大家好,我是楓華整形外科高益勝醫師 今天我要講的是平胸手術 在醫學上,性別的決定在於染色體上 染色體是XY,就是男性 XX就是女性 這是絕對的 但是在現實的環境中,性別卻不是絕對的 帥T這個族群可以說是陽剛的靈魂錯放在美麗的躯殼裡面 他們胸前的乳房成為他們穿著上一個很大的困擾 平胸手術本身就是簡單的說就是拿掉乳房組織 它是可以徹底解決帥T外型上穿著上的困擾的一個終結辦法 但是在手術前,我們希望這個族群的朋友 能夠詳細的接受精神科的評估 因為乳房拿掉了以後,它是不可逆的也不能恢復 而且他們的哺乳的功能也沒辦法再恢復 那手術的方式 平胸手術,它的方式會因為 患者本身胸部的大小而有所改變 比如說患者本身是A罩杯 那我們手術只要在乳暈內做一個切口 就可以將乳房組織拿掉 但是我們通常會配合水刀抽脂 以及自己脂肪移植 來做一個胸肌胸部塑型的一個動作 B罩杯的話,因為乳暈乳頭的位置 男生和女生有所不一樣 因為到了B罩杯以後 我們必須要增加疤痕 來調整它乳頭乳暈的位置 那當然,這樣的切口我們稱為棒棒糖切口 同時也有可能配合水刀抽脂 以及自體脂肪移植的一個步驟 CD罩杯因為乳頭乳暈 它的位置移動比較大 因此它的疤痕會更大 因此就有所謂的微笑型疤痕 還有倒梯型的疤痕 搭配水刀抽脂 以及自體脂肪移植 來完成平胸手術 擬性變男性的一個胸部塑型的 完美的一個方式 平胸手術術後的照護 主要是我們希望患者 在術後三個月能夠穿著塑生衣 第一個月24小時都要穿著 第二個月以後 隨著時間可以慢慢減少 每天穿著塑生衣的時間 至於手術的疤痕 在手術後一個禮拜 我們就會貼美容膠 但是隨著時間 我們鼓勵患者能夠做疤痕的按摩 甚至所謂矽膠疤痕貼片 來加速疤痕的軟化以及淡化 今天平胸手術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